我那時候很年輕耶 那時候做媽媽 我覺得就是 孩子在帶孩子 因為沒有帶孩子的經驗 就孩子來考 就對於考 我兒子又很難帶 個人說的 那很十毛的你知道嗎 動不動就生病啊 覺得真的帶我老大 我覺得 真的是好辛苦 抱著站著都哭喔 反正就是要一直整夜都背在身上 真的是很辛苦 我老大真的讓我還蠻 蠻困擾的 老二還比較好 老二是女生 所以女生我感覺 真的會比較任命耶 因為我一直認為 女兒真的比較任命 一定會比我兒子 比較不用我操心什麼 然後會比較會替我想 他會幫我煮飯啊 他哥哥生病會幫我照顧他 我自己生病 他會幫我洗澡 會幫我照料很多事情 而且他會比較貼心的是 你現在心裡受傷 他難過 他會比男生來 用一些關心你的話 讓你會覺得 心情就放鬆 我這個就是男生跟女生 路到外面的地方 男生的關心是默默的 他不懂得言語表達 那一年的母親節我特別感動 然後那一天 我兒子跟我女兒 把家裡整個很乾淨 我一進門 鞋子從客廳整理到廚房 超級乾淨 他們突然熄燈 然後兩個從廚房拿那個半膏出來 那時候我就眼淚一直狂飄 然後他們兩個還一人血量卡 變很溫馨 這是我覺得 人生當中第一次感受到 他們注重到母親的重要 然後我就感想就說 母親節那時候我才覺得 我當媽媽值得了 在那個時候我深重的感覺到 當媽媽值得 第四季我們所有偉大媽媽 在這個職業你和我一樣 都是很辛苦這樣一路走來 付這個家庭 照顧紅色 照顧孩子死生 今天可以交到我們這個會所 其實大家都很辛苦 在這方面也要祝福 我們第四季所有的媽媽 母親節快樂